你不在意 喜欢一个人 不一定非得在一起 这世上 所有经典的爱情 都不是循规蹈矩的 不是吗 你连你自己 都掩活不起 你凭什么拉着歇桥 过着这种 不辞不活的日子 凭什么 活开 活开 等等啊 尔曼 其实 有一笔爱情更长 梦想 现实和感悟 大家好 我是哈利 欢迎来到哈利wood 今天我们没有采访任何的嘉宾 也不是聊疫情 今天我要给大家做一个电视剧的预告 大家肯定要问 哈利为什么要跟大家做一个电视剧的预告 这个电视剧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为什么值得去在我们的频道里去做这样的一个预告呢 那当然这个电剧非常重要 对特别对于我来说 然后对于我们洛杉矶的朋友来说也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个片子哈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这个片子就是赵承阳导演的一个电视联系剧叫做爱之初 他在7月20号 也就是明天将在浙江卫视江苏卫视还有芒果TV全网读播 那这个片子有什么来头呢 那关于这部电视剧我们就不得不要跟大家聊一聊五年前发生在洛杉矶的华人影视界的一个大事件 2015年3月份从国内来了一个大剧主 当时我非常有幸在制片组里面 那从前期准备到一直5月份开拍以来开拍在洛杉矶共拍了50多天 那全程我都在场 所以我特别幸运也是让我感觉特别开心 然后特别是让我学到了挺多东西的一个一次经历 那这个片子的话在洛杉矶拍摄了50多天 那场景的话大大小小有好几十个场景 所以的话生活在洛杉矶的朋友吧 朋友你一定要看这个电视剧 因为你会看到很多熟悉的画面 很多熟悉的场景 那大概裸裂一下吧 那从第一个机场 那我们当时是在Ontario的机场拍摄的机场是 那女主角刚来到美国的时候 就从机场开始 然后接着来到那个Temple City 这边Rosemite 那边是那个男主角的家 那第二个那接下来就是那个餐厅一个主场景 它是它叫做当时叫做功夫王的一个餐厅 是我们美方制片王总的餐厅 那当然现在那个餐厅还在直播改名了 然后接着还有在我们Temple City的公园 还有在这条Las Tunas上面的有一个当时叫做69 69 69 69加油站吧 69 对69 没错 69加油站 还有美国建设那有个 就熟悉Temple City的朋友一定会知道 那边有个美国建设那个建材的商场 那里面有拍过这个其中一个场景 然后接着接着是Arcadia的警察局 还有Santa Santa Anita的那个公园 还有让我想想啊 还有在Saint Gabriel Borough 上上Saint Gabriel Borough和那个Bordway 上交叉路口的那个枪垫 还有Arcadia的有个教堂 就Arcadia的Duerti和Holly交叉口的那个教堂 还有还有就Siri Madre Siri Madre上面有一个老的旧的小的超市 啊 然后还有呢 还有哦 还有那个林肯公园的DMV 还有哪呢 还有 然后我们有在210高速公路上也拍过一段 然后还有 还有哪 嗯 哦还有Duerti Duerti有个高尔夫球场 高尔夫球场 嗯 嗯 然后 嗯 还有 那这就应该是大部分的主要的这个 主要的这个华人区的这边的一个场景就特别多哈 还有一些我一下想不起来 在Temple 就Temple City这条路 Las Tunas上面就有好几个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当年的那个美联地产办公室 还有它对面的有一个小店 嗯 是一个银饰店 当时把它拍成银饰店 然后还有就是 嗯 在San Marino的有一个豪宅 然后Huntington路上面的一个餐厅 一个大的餐厅 嗯 还有呢 还有就是 呃 就是 哦OK 还有就是在那个 叫做Santa Clarita 啊 那有一个好一个房子 然后还有马里布 啊 Santa Monica 嗯 我想 嗯 这是主要的 对 你看这这这这已经有 起码20个场景了吧 那事实上还有啊 有一些我就一下记不清了 这个片子在美国实地拍摄两个月 那是打破了那个北京人在纽约之后的一个记录了 那就当年的话 除了北京人在纽约之后 就没有第二部是在美国当地实景拍摄那么长的一个片子了 那 呃 那主角好主角美北京人在纽约是江文 那这个片是江武是他的弟弟 所以也蛮有意思的 然后另外一个女主角是于飞鸿啊 啊是一个动灵美人 然后 当中还有好多就是客串的演员也是特别棒的 包括龟雅雷啊 许少雄啊 啊还有刘莉莉啊 嗯 就就特别多啊 所以当时也是特别有幸有接触到他们 然后在制片组嘛 也是在做他们的一些好多生活方面的一些 呃 安排和工呃 就呃 就是 就是照顾他们 嗯 嗯也是挺有幸的 那这一次拍摄的话 那是真的是 我是有生以来 我是有生以来 因为我是真的是第一次接触 之前的话 只是有没有亲身经历 也不因为我也不是科班啊 学电影的一出来 可能你在学校就有接触 那那个那个时候是我真正的第一次 呃 摄入这个影视的呃 呃 剧组里面 然后特别又是在制片组 那等于说我在协助 那个美方的制片人在做 呃 蛮多 呃 具体的杂事的 特别多 那当时我在负责 那个就 车辆方面的话 我就 当时的车就有十多辆车 那还不包括一些picture car 那就是整个组里面的车 就十多辆车 那就是整个组里面的车 司机的话都有十多二十个人 所以每一天 是非常辛苦 拍摄是非常辛苦的 也让我就说真正的感受到的 那个剧组的一些辛苦吧 艰辛 那当时就在拉斯特尼亚斯这条路上 就有四个场景 四个场景在同一天拍摄 所以在同一天 就有四次的company move 转场 哇 那当时是真的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因为呃 整个组员的话 包括所有人的话 有五十多人 然后我们在拍摄到后期的时候 从国内又来了一些呃 组员 那就最多的人数的时候达到了七八十个人 那你想想 好几 那么几十个人 从一个场地要把呃 呃 move到下一个场地 那你 你可想而知这个各个方面 那种调度啊 是非常啊 有挑战性的 啊 那说起来就当年的这些事情的话 都是历历在目 因为真的是感受很深 你看看我这后面的哈 你看这个是当年我们的剧本啊 我也留了一套做纪念 你看这个是哦 我还要说一下这个片子当时是叫做 原名叫做杨架 那现在改名改成了矮之初 你看这个剧本多少本一 从第一集到第五集 然后你看每一本是 每一本是五集啊 一共有 一共有五本 二十五集 那当然这个二十五集不是真正的二十五集 事实上是 啊 按照四十五集拍摄的 那这些的话是这个在国内的话是有一些啊 大家都知道的 就说你申报的时候可能是报二十五集 但事实上你拍是拍四十五集或四十集 那咱们那个现在改名了改成矮之初 那这个啊好像是四十集 那大家记得要看 你看这个剧本我给大家看一下 特别厚啊 还有还有是这个 这个分享一下 我都把这些东西都留起来了 因为我觉得对于我来说特别珍贵 所以我都留起来 这个的话 这个的话是叫做通告 就是我们一共拍摄了五十几天 那就有五十多张 五十多张这样的通告 那这个通告在美国的话叫做 call sheet call sheet 那在国内的话叫做通告 拍摄的通告 那每一天 啊统筹都会在头一天 发给大家 发给所有的 呃部门 那大家看到这个call sheet 这个通告的话就知道明天 该做什么东西 什么时间做 大概的安排是怎么样 那这个的话 我在将来的节目里面 我会专门做一期就是 关于中国和美国的这样的一些 呃文档的一些区别 就是在国内这叫通告 那中国叫做call sheet 那做法会有些格式啊 都会有些不一样 那你看这些 这就是我的名字 当时那个同筹给 呃这是交给我的制片哈尔里的一个 一个 那个 嗯 那你看我随便 呃 就 特别有纪念意义吧 就是对我来说 这些通告 我一看到这些通告 我就 呃 感觉特别亲切 你看这是 啊 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 啊6月18号 星期四 早餐时间6点 出发时间6点半 拍摄地点是马里布的商业 商业街啊 你看这个 这个location我就忘了说 这个是一个商业街里面的一个场景 那 拍摄的话有 一二三四五六 六场戏 呃 演员的话是由于飞鸿 江武 严炳 呃 高原 王一南 呃 你看 还有化妆时间 到场时间多少啊 都都写的特别清楚 然后 嗯 还有一些备注啊什么的 这个 这个有机会我们来详细的分享里面的这个 呃 细节哈 那这个片子讲了什么故事呢 大概就是讲述了一位跨国最爱的北京大妞 都在海外经历 辛酸打拼 爱情 浮沉 后最后啊 选择回国成就梦想和与幸福的暖人故 暖心故事 啊 当然这是一个主旋律啊 就是最终 大家都要回 回到祖国 哈 嗯 这个大家也是知道的 这个 这个就基本上你要这样才能 过神嘛 呵呵 那当然这也是个现实的故事 那这个电视剧是根据美国华人作家汪一阳 的小说 《阳架改编》的 啊 那 他也是洛杉矶一个作家 作家协会的作家 啊 那 所以这个故事的话 我想 可以大家可以去 啊 啊 通过看这个电视剧 你可以了解 啊 整个故事 那我就这边就不剧透了 那希望大家 去看看这个片子 那我会在我这个视频下面呢 啊 啊 来啊 啊 标注一下啊 播放的平台和时间 然后包括美国这边的朋友 要怎么样才能看得到 我会在上面 啊 写一下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片子 也了解一下我们自己的华人生活 谢谢大家 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 谢谢 拜拜